好啦 这个文工姐讲的都是出世间的 出世间的 你出了世间没有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还是不懂 我也没有出世间啊 对不对 哪一个出世间呢 哪一个人出世间呢 我也没有出世间啊 我还是吃饭啊 我还在世间吃饭啊 哪有出世间 所以我就不懂他讲的这些东西 你讲那个天外天的事情 来跟我们人间讲 那些比丘都还可以心开意解 我才不相信欸 这个鬼扯人 扯他半天是鬼扯人啊 你讲 当然我会分啊 什么是出世间 什么是世间法 释迦牟尼佛讲世间法 世间法给这些比丘听 迦丹园也是解释 这些世间法给这些人听 那个维莫杰讲出世间法 谁出世间 那些比丘出了世间吗 哪有可能 不用想 我才不想这个东西 我看到这一点 我就想睡觉 对不对 我根本就不想 我讲这个 他讲的是不生不灭 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 他讲的这些东西 这世间的人 哪里听得懂 对不对 什么都没有 不生不灭 他通通都一样的 苦乐通通都相同的 很不灭在听 你也好 很不灭在听 你说是痛到死 这讲这个 没有办法讲 他讲的东西 加单元 不用客气 给他反驳 对啊 你讲的东西是天外天的事情 是出世间法 我们明明活在世间上啊 对不对 你只要跟我们讲说 你活在世界上 也跟虚空的完全是相等的 在虚空完全是相等的 你讲的是极媚法 跟我们现在存在的法 也是相等的 苦跟乐也是相等的 在天上 在出世间也是相等的 出世间什么都是相等的 都是不生不灭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无和有的 都是没有的 你跟我讲这些 我当然是讲 哦 原来出世间是这样子 当然知道了 但世间事上不是这样子的 虽然将来会是 也等于是一样的 也等于是出世间 将来我们修的就是 到最后都出 每个人将来都会出世间嘛 对不对 那到那时候 再来讲出世间的法 给我听就可以 真的 他这一段 这一段经文 我是在看了 觉得说 维某姐你这样子讲 我也是在 我实在 我当然是知道 你讲的话的意思 但是别人 不一定听得懂 好了